HELLO 大家好我是男仔 你们都知道我本人的口红永远都是 土色或者红棕色 今天我就要把我这两年用到的 最爱用的土色口红分享出来 他们每一支都土的有自己的风格 全部都是我不舍得告诉别人的那种 里面有五支评价两支大牌 一定有一个适合你 这期视频没有广告没有广告没有广告 第一支ELF的Blushing Brown 这一支我到时候真的有三年了吧 它的质地稍微有一丢丢干 你可能要抿一抿它才均匀 但是它也不是干燥掉渣的那种 它是属于很持久的一个口红 上色很浓郁 土之前最好是先用唇膏打底 然后再擦掉唇膏再去上它 这样就比较顺滑 这个是一个比较深的土色 还带有一丢丢的豆沙色 配合好妆容饰品就有气场也很欧美 第二支完美日记的C01 这已经是我的第二支了 它的质地要润些没有ELF那么哑光 要比ELF顺滑 但是也没有ELF那么持久了 说到底你买这种口红 你只要是润的 它就不会太持久 像这一支呢 你就可以选择直接上嘴 这个就是一个浅一点的泥巴色 也很欧美 又有点温柔 而且它的颜色呢 是可以叠加加深的 第三支呢 还是完美日记色号G11 这支是我常年极力推荐给你们的 而且在这个双十一 这个色号啊 它都已经买断了 还有人说它要停产了 真的吓得我 我觉得完美日记反重力唇 又做的最好的就是质地 非常非常薄 像水一样 而且成模块 上嘴没有什么存在感 颜色的话 我感觉就像是唇幼版本的ELF 很浓郁的一个土色里面 它一丢丢的豆沙色 而且这个颜色呢 是可以叠加的 厚涂 那个气场越来越强 第四支 额版的欧莱雅的小钢笔 色号117 Eye Stand 这支是我最近买到的 非常喜欢的一支土色唇幼 质地和反重力一样 很轻薄很水 成模块 它这个颜色就不得了了 它是一个超级正的土色 不偏红棕 也不偏豆沙 上嘴之后 你出门气场可以杀人的那种 太好看了 第五支呢 是OFRA 色号Dubai 这支呢是一个 不太寻常的土色唇幼 质量要比前两个厚重一点 不过上嘴也不是很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非常正宗的土色 甚至有点裸色 它呢适合叠图用来打底 如果是黄黑皮的 欧美饭的那种女生呢 你可以直接涂 或者你可以像我这样 叠图一个像209这样的深色啊 整个唇层次感就出来了 非常秋冬 很好看 第六支是MAC的997 这个是今年的大网红了吧 它的质地 也是今天所有里面最特殊的 我觉得 丝绒雾面 很丝滑 但是你完全不用怕干 雾面效果啊 但实际上它是不沉膜的 这个好处呢 就是没那么干 缺点呢 就是要比那些沉膜的唇幼呢 更沾妹一点 它的颜色呢 其实要比前面的所有 都要更偏红一点 更豆沙一点 我觉得比起纯土色啊 这一支其实更适合所有人 你涂完了之后 要气场有气场 要气色有气色 最后一支了啊 12的614 首先和大家说一下啊 这支呢 它挺产了 应该是很难买到 但是颜色不错 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觉得 它是今天所有的口红唇用里面 至极最厚重的一个 而且它的沉膜 我觉得稍微有一丢丢慢 但是呢 甚在它的颜色好看 它带一丢丢的粉在里面 上嘴呢 比较浅 搭配好衣服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欧美的 那我所有压箱底 常用的土色口红唇用 全部都分享给你们了 如果你们有被我中逃到的话 记得给男赞一个点赞 那我平时用的其他的颜色 居多就是红棕色还有杏色 如果大家对这两个颜色感兴趣的话 千万一定要给我点赞